民进党强推竹竹病在党怒哄因人设事 不过这是为了帮即将卸任的新竹市长林志坚找工作 联手任新竹市长失信中也坚决反对 甚至不排除要发动反合并公投 还想找来前民进党大佬 也是前新竹县长范正中联手 说要用选票教训林志坚 为了选举的考量 为了因人设事 这样的行为完全是一种独裁 不是非选不可 这是可以理性讨论的题目 民进党嘴上说会理性沟通 在国会却直接碾压 甚至一度还想把地制法修法禁服二毒 现在却把责任甩锅给在野党 为什么要反对当作一几之四 反对才是一几之四 绿营党团总招的甩锅言论 当场被在野党立委给呛回去 不先修改才华法 搬到机器享受地制法在野党批评 本末导致 嘴巴上面说要理性沟通 而实际的做法 却是用政治碾压的方式 打算把它导到变成一个 政治对立 政治斗争的方式 民进党真的是为了 所谓的财政划分 应该先去修改财政划分法 而不是地方制度法 租出病是真的想要清楚便更好 还是只是帮自己人找出路 这答案恐怕忽之一出 记者吴俊伟是郭豪台北报导 文字幕志愿者 杨广主 都不会跟手估计 德州 管制作的 我怎么议